一年365天每天跟您分享一个乒乓球的小诀窍 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黄河教练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小诀窍就是我们揭发球的运动 我们揭发球的时候,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当对方把球抛起来的时候 我们的脚就要有一个启动 也就是说我们的踩单车 踩单车,这两个脚动 如果说是短,我们就要上前 如果是长的,我们要退或者说在云地启动 它都会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关于球的长短的判断,你可以看我其他的视频 那么如果我们是看的短的话 我们就可以提前上前 而不是要等到球到了落台以后 我们再上前,我们就比较慢了 如果说是长的话,我们不动 我们想退后拉,我们这样子就被顶住了 所以说揭发球的运动是非常关键的 讲到这里,如果您听明白了 请给黄河教练一个点赞,关注,评论,转发 谢谢您,每天晚上八点半 我都会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乒乓球技术 欢迎您到直播间跟我交流互动